大家好,我是米麗治美孤嘉靖的Eric 美孤嘉靖除了一個關心地區事務的團隊之外 我們都非常之關心社會市政 網絡23條不單單影響創作自由 同時也都影響廣大市民的網絡生活 大家也都會有機會無辜附上法律責任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個時候是必須要站出來 捍衛我們自己的權利和香港這個地方 政府在2011年推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之後 今天不斷討重來 雖然政府豁免特定幾種創作方式的版權使用 但是我們認為Fairduring本身是限制創作的了農 創作本身是不應該被捆綁 也不可能在政府遇切的框架下進行 政府借修訂版權為名 但是實際上是在收窄創作的自由和言論的空間 劇圖 舊歌翻唱串流打機等等來講 其實對現在年輕人來說 其實已經是現今網絡世界裡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政府修訂的條例草案是非常之落後 我們可能會在法律上或者修訂上看到網絡的行為 有甚麼是豁免了 但是同樣地我們對非豁免的範圍是非常之不清晰的 一般市民容易去分清楚 甚至有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是不容易區分 甚至是和世界上很多地方 譬如英國法國美國等等的地方 我們都是看到香港的反決法是特別保守的 我們不敢想像法案通過之後的情況會是怎樣 但是在這裏需要指出 這個法案除了握殺了創作自由的空間之外 網大市民亦都會沒有機會 珍賞到網民的作品 在這裏希望各位市民去繼續關心這個議題 繼續位屬於自己的網絡空間去發聲 另外我本人是身為一個九十口 在讀書期間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可能會去網上去看其他的二次創作作文 或者是看一些串流的直播 或者可能是看達哥打機等等 每晚九點半就會開台 可能會看著他打Viva或者打TTA 所以一陣眾的發達可能說 沒有多看直播之後大家都真的會哭出來 但是這些也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亦都是我們的自由和權利 希望大家不要在失去的時候才來到埋怨 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探問這個地方 在這裏美孚嘉靖 懇請全體立法會議員 支持豁免凌駕合約條款用戶衍生 也就是UTC 或者是公平使用的Uscan修訂法案 如果相關的修訂法案 未旺則公佈 各位議員應該是否決綁落23條 向政府表達爭取以前創作同人綁落自由的決心 謝謝